可以了 哈喽 大家 中午好 今天很遗憾我的同事Alex 有一个人原因不能来到现场 所以今天由我一个人来带来这场Talk 然后这个Talk的主题是 从您开始创建一个高性能的时序数据库 这边是一个这个slides的QR Code 大家可以扫描一下去点击这个slides里面的link 包括后续有一些问题也可以留言在里面 然后首先是关于我的一点自我介绍 我叫汪慧 我是一个软件工程师 目前在VictoriaMetrics工作 然后我目前专注于监控和Copletus领域 然后在VictoriaMetrics里面 负责时序数据库的一个开发和维护工作 我可以来做一个小调研 在座的各位有使用PornMichos的吗 那有听说过或者是使用VictoriaMetrics的吗 差不多相同的群体 就我们还是有一定的群众犯的基础的吧 那今天的主要就是这四点 第一点是会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时序数据 然后怎么去创建一个时序数据库 然后会简单介绍一下时序数据怎么被写入和查询 最后会给出一点提高使用体验的小建议吧 然后首先什么是时序数据 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带着时间错的数据 然后比如说我现在的心率大概是138吧 就代表我一点兴奋 然后这半个小时可能它会一直波动 然后回去就可以拿它去分析一下我的行路历程 然后在监控系统中 我们又把时序数据称为一个指标 然后图中这个指标显示的就是一个节点 在这一时刻的CPU一个核的使用量 然后我们在波米学斯生态之后 我们会把这个指标分为四个部分 有指标名 指标的label 和指标的值和时间戳 然后名称跟label我们会称为它的metadata 然后值跟时间戳是一个sample 然后一旦metadata中一个值发生变化的话 它就会是一个新的指标了 然后指标的采集一般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push一种是pull 然后我们这边是介绍最通用的pull模式 pull模式一般在代码开发的时候 我们就会使用一些client library 来暴露应用的自定义指标 然后agent就可以去定时的执行采集任务 将采集到的数据去写入我们的时序数据库 而写入的指标大小就取决于我暴露的目标的数量 和目标暴露的指标量 这个是一个load exporter实力暴露的部分指标 agent在采集的时候就会把采集的时间戳 作为这一组指标数据的时间戳 一起写入数据库 也就是说单次采集的指标 写入的数据都具有相同的时间戳 也就是垂直写入 而相比于指标写入的话 指标查询就会有多种场景了 比如说我可以去查询节点CPU当前的使用量 节点过去24小时内的使用量 或者集军中所有节点的CPU使用量 所以它会涉及到 就可能会涉及到很宽的一个时间范围 可能涉及到多条指标数据 然后相比于写入的话 指标的查询频率是很低的 因为一般指标的写入频率 也就是刚才说的采集频率是15秒 可能30秒 那么你现在去每秒刷新查询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OK 那我们就来总结一下 持续数据的一个负载的特点 首先它的写入请求很多 在一个Copletus集群中 可能会有上千个POD 数百个POD 需要去采集 那么每个目标也会暴露成百三千个指标 那么结成起来就是百万千万级别 那么指标数据是持续新增节入 而且不可变的 我不允许在五分钟之后去 说我修改五分钟之前的CPU使用量 然后相比于写入请求的话 查询请求的数量就会少很多 每秒可能也就几十几百个 但是每个查询请求返回的数据量是不同的 是不可预测的 OK 现在我们来build一个时序数据库吧 这个还是拿这个CPU使用量的例子来举例子 首先就假设这个agent是30秒采集一次数据的话 这里就是过去五分钟内它采集到的所谓数据 那么因为这个节点本身的属性没有变化 所以它的名称跟level是不会变的 也就是说变化的只有时间戳和真正的CPU使用量 也就是samples 那我们就可以只存一条这个metadata 把它缩减为一个更短的ID 给它一个更一查询的ID 我们这里叫做time series ID 简称ts ID 然后把samples跟ts ID存在一起 减少去写入的时间数据量 而samples又有两个字段 一个是value 一个是time step 它们两个都是一个八字节的一个结构 然后单个sample就会16个字节 然后考虑到一个单个指标在30秒采集频率的情况下 一天会有近3000个samples 如果我们能高效地去压缩这些samples的话 得到的磁盘收益就会很大 timestamp跟value是两种数据 两个数据类型而且它们的特点不同 我们就可以分开来看 首先是timestamp 它在agent负载不高的情况下 也就是99%的情况下 它得到的这一组数据是很有规律的 它之间的差值就会近似于等于你的设置的采集间隔 在这里我稍微夸张了一下 就是把一些值做了一些误差 然后这里我们就可以去保留第一个原数据 然后下面的数据去向上去差值 就可以得到第一次差值 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到近似于等于15秒 然后再去二次取差的时候 就会得到大量的零值 这样就可以最小话地去减少我的词盘占用 然后是values values它就比较复杂了 然后在15年Facebook发表了一个Gorilla的十句数据库的论文中 创造了一种钻对它的压缩算法 它首先将小数转化为一种 转化为伤筋度浮点数之后 可以得到较多的零值 然后还是像刚才一样 去保留第一个之后 去下面的指向上去进行抑或操作 然后得到更多的零来节省存储空间 算法的原理可以在下面的这个link里面找到 也就是论文的原文 然后除了这上面两种算法之外 还可以去叠加一些存储的优化技巧 比如说Counter指标的指是递增的 那你也可以去识别到它是Counter指标 然后去取差值 然后反正最终的目的就是尽量存最小的值 然后有兴趣也可以看一下下面的这篇文章 接到了一些更多的优化技术吧 OK 现在我们就把刚才那组数据 变成了三种数据去存储 第一种去储存TSID到指标源数据的索引 第二种去把TSID跟SAMLOS的数据 全部和SAMLOS压缩后的数据存储在一起 然后实现的效果就会是 我们把单个sample的大小 从16bytes变成了一个bytes 如果你的指标是持续存储的话 它可能还会更小 在我们的时间中应该会在0.6到0.8个bytes OK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怎么去存SAMLOS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的SAMLOS并不是一起写入的 而是每30秒去增加一个 所以如果要实现持续压缩的话 我就要把每次最新的值去追加到我前面的值里面去 但是我数据库可能每秒接受百万的指标 我不可能去给每个指标去维护一个稳件 所以我们这时候就可以用到AISM数 它是一个日制合并结构数 这里是一个简单的原理图 它不同于关系型数据库的逼加数 它只进行追加写的操作 然后就更适合大量写的 因为可以更快速地进行写操作 然后在数据写入的时候 它首先会直接追加放入内存的这个Memory Table 然后当Memory Table达到一定大小 或者达到我们设定的落盘的间隔之后 它就会向此盘去排序压缩写入 然后这里稍微表示了一下 就是它颜色是有顺序的变化的 就是它进行了一个排序操作 然后它会产生一个Level 0的SS Table 然后多个Level 0的SS Table 也可以继续在向下压缩成为Level 1的 Level 1的也可以继续排序压缩得到更高级别的数据块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去应用 我们上面提到的一些算法了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需要去给这个数据 指标的数据去找一个可排序的Key 在这里我们选的就是刚才用到的 刚才提到的TSID 然后TSID里面会放什么呢 TSID里面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全局的独特的ID 它要用来索引我的指标原数据和这个Samos本身 然后除了这个ID之外 其他的都是一些可选的ID 比如说这里列了三个ID 对应的是指标名称 指标的Job跟Instance的Label 为什么选他们三个呢 因为我们在做时序数据库的查询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会去指定指标的名称 然后很有可能会指定它来自于哪个Job 或者来自于哪个Instance 所以我们通过去把这三个ID加入排序 就可以把同来源同名的指标尽可能 尽的存储在一起 这样我们在做查询的时候 对此版的IO就可以尽可能的小 OK 现在我们就已经可以去创建一个高效的时序数据库了 总结一下就是因为它们的类型和特点不同 我们可以把它分开存储 近视于列式存储 然后对不同的数据采取最适合它们的压缩算法 然后使用LSM数结构来存储它们的Samos 来得到最大的压缩效果 好 现在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一个指标是怎么样被写入和查询的 首先如果我要去写入这个指标 这个指标是第一次写入的话 我需要去为它生成一个新的TSID 然后这个TSID在索引数据库中 可能要去生成更多的 比如说指标名的TSID的映射 包括各个label的TSID的各种倒排索引之类的 然后如果这个指标不是第一次写入的话 我们就可以从catch或者索引数据库中查到这个TSID 然后将它跟Samos数据一起写到数据part中 然后数据part就会被落盘并且持续压缩 然后在查询的时候 首先数据库查询引擎要先去分析这个查询引擎 得到一系列的过滤条件 比如说我这里查询的就是这个loadCPU零和的使用量 在这个时间处的使用量 然后我又得到了这三个查询条件 查询条件可能会很复杂 因为它也支持正责之类的 这里比较简单 然后得到这个三个查询条件之后 我就要去索引数据库中去查它的倒排索引 然后得到了这一系列 它们对自各自的TSID列表 然后这个TSID列表也都是排序过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它们的交集 而交集里的ID代表的就是符合这三个条件的指标 接着我们就会去便利这个TSID列表 去提取对应的查询时间所在的数据块 并且把它们的值拉出来 然后再去反向去查指标的原数据 把它们合并之后就可以返回了 好了就持续数据库就是 对就这么创建成功了 那么它大概可以承载做大的负载呢 就是在我们在几年前 朋友们修是1.0的时候 我们可能还在讨论百万 每秒百万写入的瓶颈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去承载 每秒千万甚至更多的压力了 这个上面是我们的一个生产集群的数据 大概写入数据是五千万左右 然后对应的资源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然后下面是我们进行的一个每秒一亿指标 写入的一个测试 然后有兴趣也可以点开链接 了解一下这个测试 这个测试里面也包含了 怎样去生成一亿指标负载 就是比较贴近于实际的 真的就是指标的负载方案吧 然后其实我上面说的这些技术 是实际数据库的一些通用技术 就是所以我这里列的也是 使用了这些技术的一些数据库吧 首先是Clickhouse 它是一个高性能的劣势数据库 然后里面的merge tree引擎 也就是一种类似于LSM数的 结构的一个引擎 然后它也支持对列数据进行不同的压缩算法 比如刚才提到的delta of delta 然后是timescaleDB 它是post squares的一个插件 它针对时序数据的特点 也增加了劣势存储和压缩算法的一些支持 但是它应该没有使用LSM tree 它用的应该是其他的数据分块技术 然后这两个数据库的特点 就是它们本身是通用的数据库 然后它们为 只是为存储时序数据做了一些优化 然后所以用户本身是可以用circle 来继续做数据的查询的 就减少了一些学习成本吧 然后市场上也基于他们的商业产品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搜一下 比如说叫timescale 然后第三个是普洛米修斯 因为应该是17年左右 当时Kubilatis集群的指标数量爆炸式增长 所以他们发布了普洛米修斯2.0 然后里面就包含了上面提到的那些技术 但是普洛米修斯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是一个单体应用 就是不支持横向的扩展 当纵向扩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会维护起来就会很麻烦 就会有瓶颈 然后是Victorio Metrics 它本身是被Clickhouse所启发 而我们CTO创建的一个 时序数据库版 它支持横向扩展 而且对时序数据进行了大量的优化处理 因为毕竟是专用的时序数据库 然后具体的例子可以在上面 Case Study的链接中可以看到一些 然后普洛米修斯跟Victorio Metrics 就创建了一个新的Sirco语言 来去支持时序数据的查询 它相比于Sirco语言来说 一般会短很多 然后好动很多 OK 最后想分享一下 怎么去提高时序数据库的使用体验 就是如图所示两个很简单的方向 一种是加资源 也就是加节点 或者去减少写入的数据量 然后增加节点和增加资源总是有效的 就直到预算不够了 但是如果大家看过黑客帝狗的话 应该还是选择红色 因为红色药丸可以拯救世界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减少写入的数据 或者说怎么去减少写入的数据呢 我们目前观察的情况是 就是不管是应用程序本身 还是Victorio Metrics本身 还是CoopLatis集群中常用的一些组件 比如说API Server或者CoopState Metrics 都暴露了很多没有用得的指标 这里的没有用到指的是 没有在Dashboard或者Rules里面去使用到的 Grafala的Mimeo有一个工具 应该是可以去扫描这些指标 然后我记得有一个调查是说 70%的指标其实都是没有利用到的 但是我们很难去说服客户去截丢弃它们 因为每个指标创建出来都是有场景的 你总可以找到一个Coinette Case去支撑这个指标 所以就造成了我们现在监控指标的成本越来越高 所以还是大家以后如果要新增指标的话 可以先想一想是否有必要去增加吧 然后除了写入大样的无用指标之外 CoopLatis带来的另一个问题 就是另一个实际数据库的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高基础问题 因为前面说过指标由名称和一连串的Labels组成 而Agent在采集的时候会自动注入一个Instance的Label 它的指挥是你目标的地址 而CoopLatis的Pod一般是没有固定名称跟IP的 所以服务的国家更新带来的新Pod也就意味着新指标 而我们刚才看到指标的注入是需要先去 如果是第一次注入的话是需要先去注册一个TSID的 这个操作是很费资源和时间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一个节点 比如说当机导致大量的Pod需要创建跟调度的话 你就会失去数据库就会受到很多的压力 然后出现写入的延迟 或者直接被OM kill掉 同时查询的性能也会受到影响 因为你要去扫描更多的 查询的时候要去扫描更多的TSID 更多的数据块 那我们还是想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需要先看到我的数据库 到底是存了什么样的数据 这边是Victoria Metrics UI自带的一个 Cardinary Explorer的一个工具吧 它可以以天为单位去扫描你数据库 当现在存了哪些 就Top 10的 那边可以设置它的预值 然后这边展示的是Top 10的Metrics跟Nabel 然后从这一 比如说8月16号这一天 我们可以看到它相比于15号 指标量是增加了一倍多 然后可以稍微分析一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以看到前三名是API Server 跟ETCD暴露的一些指标 就可能控制节点 我发生故障了 导致他们两个Pod进行了重启 然后注入了新的Nabel 然后我也产生了新的指标 现在我们就想着 怎么去减少它的Cardinality 第一个方法就是Re-Labeling Re-Labeling就是发生在指标的采集阶段 它可以把不需要的Label 或者指标直接给丢弃掉 比如说如果我们去用了 Permichos HA架构的话 它可能在每个实例都会输入 这么一个Permichos Replica的标签 而其实这个标签导致的效果 就是会采集两条一样的数据上来 我们就可以在Re-Labeling这边 把这个标签丢掉 然后两条指标数据就会合为一条 或者像这个API Server的一个例子 它的这个Histogram指标 使用的Bugget太密集了 我在查询的时候 根本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 也可以根据它的Label Value去丢弃 但是这个Re-Labeling只能覆盖部分场景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高技术问题 很多是由于Instance这个Label造成的 但是如果我直接把Instance这个Label 丢掉的话 我就会直接把数条 从不同实例采集到的数据合为一条 这样我就直接丢掉了这个数据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到Stream Aggregation 这个同样也是发生在Agent的采集阶段 它支持两种场景 一种是Aggregator场景 像这条规则我们就是可以 像这条规则在这个节点里面 它有三个CPU核 然后每个核都有对应的使用量 但其实在查询的时候 我并不在乎它每个核各自的使用量 而是节点整体的使用量 这时候我就可以去创建这么一条规则 去把这条三条数据在Agent的端 直接聚合起来 然后只产生一个指标写入数据库 如果这个MOD也不需要 在查询时不需要的 不关心的话 也可以把MOD加入维造的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去虫 这个去虫可以用来减小 数据库写入的samples数量 比如刚才我们的relabeling 把波米秀斯高可用的那个label给丢掉了 两条数据合为了一条 但他们的samples其实是double了一下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去设置一个去层间隔 在30秒或者1分钟内只保留最后一个数据 然后这个规则也可以适用于 比如说CubeInfo CubePodInfo 或者CubeLoadInfo这些指标 因为这些指标在创建之后 只是不会变的 它只是代表一个对象的元属性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的采集比例降得很低 比如说5分钟至10分钟 我才去保留一个sample 然后去虫操作也可以用下面这些 这个flag来直接全局应用于 agent收到的所谓指标 然后最后一种就是recording rule 这个主要就是去提高查询体验 直接让roler组件去执行查询 比较生成结果写入数据库 这样你在查询的时候 就不需要去数据库重新拉数据 然后去生成数据了 OK 这里是一些额外扩展材料 大家有兴趣可以点开链接看一下 无论是developer的话 最后一个链接包含了 我们在代码优化 包含一个我们代码优化的文章 它包括了对并发的一些限制 对pore的一些使用之类的 OK 那是好 有问题吗 你好 我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你们后续会对高技术有一些优化吗 比如说我们的业友会把这个device ID 或者一些UID抱上来 其实这种你从使用车不太好避免 它可能确实会有这种查询的需求 这个后续会有这种计划吗 就像我刚才说的 其实我们已经支持到了 比如说每秒一级别的指标写入了 所以从我们的观点来说 虽然我们是就是相比于竞频 是稍微有些性能优势 但我们并不希望用户去这么使用 所以我们是想在用户的暴露侧去解决这个问题 目前是没有去针对这个做优化 但内部是有一些 比如说在索引这边 代码内部是有一些优化的 就是目前使用的技术 并不会再做提升 并不是在弱的漫步里 就是如果我们在这个VMStory的前面上 加一些缓存的话 你们有没有一些死键之类的 就是因为我现在这样 就是说前面是select嘛 我们select的并发比较多 如果完全下传到Story 其实其实不太现实 我们想在Story前面加一些缓存 但是好像对这种RsTree 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思路 对就是你加入缓存的目的是 去更快的提高写入吗 对对对 更快的来提高查询 写入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查询是并发的 对查询组件 其实国内有很多公司 其实我了解到的 他们会在VMSelector之前 再去加很多缓存层 包括queryfrontend之类的 但是 但是那种查的数据不是实时的 对是实际的 但我们需要是实时的 对但是没有计划 OK 然后我们遇到另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 我们VM那个Story 其实有实力不止一个 有一些吧 然后我们当想把某个实力 做这种I-Hills或者下线 做一维操作的时候 那个Story就是前面 那个Selector和E-Cert 其实是感知不到 这个节点下线的 是的 会爆错 对 这个bug你们有计划修吗 这个并不是bug吧 这个我们推荐的 我们官网写的 这是一个耍透的 对不是 因为我们官网推荐的 这个下线的操作 其实是要去手动维护 那个Storage load的list 对但问题是说 这个人肉操作 这个有预为成本呢 对是可以支持 因为我记得是支持DNS 去解析的 就是那个地址 你可以去写一个DNS的地址 然后它会去定时解析 就是我那块需要配一个域名 是吧 对 但问题是我们后边 有好多节点 如果你配一个域名 这个写入是均衡的吗 它会分杀的吗 还怎么样啊 其实它是解析之后 拿到你返回的结果 再去分析的 就是其实 但是DNS解析的话 你削弯 后边仍然要配多个实例 对 那你们解析的话 还会拿到多个实例 如果拿到那个实例 已经下线了 也会有问题是吗 就下线了 就从DNS结构里面 这个还是一个 这个人肉认为的操作 是这样的 这边是一个 这边为什么要让Story 就是意料之中的情况吗 就是Story这些下线 是这样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参数 或者存储配置的调整 我们只能一台一台操作 因为我们是在线业业 我没有办法说 就是它里边除了枪空之外 还有一些 也有不好这种Custom Metrics 我没有办法说 把这个集群停掉 去做这种升级 那Story 也本身是支持 指读模式的一个设置 这种指读模式 会避免刚才 你这种爆车那种情况吗 会 它不会再往 就不会往里边写 是吗 对 那后续会再去追数据 是吧 比如 Esset会本地堆积 然后再往里边追数据 是吧 要看你有没有设置 那个Reroot 没有 有另一个Flag 如果没有Reroot的话 它就会堆在Agent的端 去缓存在Agent的端 就是如果我们堆在Agent端的话 后边会去再重写 是吧 对 取决于你Agent的能力了 如果它能有重视机制的话 它就会重写 如果它没有重视机制 这个堆积是可配的是吗 这个 在我们的另一个组件 VMA进程中是可配的 OK OK 好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针对这个Storage 后边有没有计划 做这种分层 比如说 热层 温层 冷层 像ES那样 其实是有 算有吧 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小数据块 压缩到大数据块 其实我们是 在VM Storage目录中 有一个small跟一个big的目录 它们两个的区别 其实是配的ZSTD的压缩层次不同 就比如说我在big目录里面 就存的数据比较多嘛 它的压缩等级就会更多 然后在热数据的那块 ZSTD的等级就会很低 这样在解析的时候 所需要的CPU就会很低 就我们的冷热 是这么去稍微区分了一下 你们有没有计划 比如说像Graphana 那种商业产品 或者是就是把一些这种 Code layer后边直接存到 SFS或者类似的东西上面 因为我们这种 我们的数据存的时间比较长 可能会存半年或者是一年 就是我们想降低到这种 这种历史数据的这种存储成本 就是有使用当sampling这种吗 没有 可以使用一下当sampling 但是我不确定它是不是 Enterprise的一个 OK OK 对 是支持这样怎样的 感谢感谢 还有其他问题吗 像刚才你有说过 我们会去定位一些 无用的指标 然后我们在最大进行降踩 或者是这个去从 但是无用的指标 你怎么定义它 我刚才看到你好像是 选择了一些top3 或者top5的这些 最大的那些指标 但是我相信可能还有很多的指标 它是我们引号无用的 所以你这些怎么定义它 然后怎么去把那一堆细碎的指标 给它处理掉 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就是说 你那边有统计 我没有去query过的 我就把它定义成 或者说三个月没有query过的 把它定义成无用 或什么的这种方式吗 就是首先这个表算列的不是无用的 它一般都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写的这么多嘛 但是这个Cardinality Explorer 主要起的作用是 去让你去知道你的数据库中 这些指标是最占空间 是最能先下手的 最肥的羊可以多载一载嘛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比如说刚才的API Server 你就可以去减少它的bucket 或者去降低它的 把它instance label给丢掉 选择数据的区合和instance label给丢掉 这样就可以减少它的数量 而至于无用的指标 其实是刚才提到的 果翻蜡的一个Mimeo的工具 它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把你dashboard的 节省跟你rules定义的一个压末 去传给它 然后它再去扫一遍 然后如果不在这个 使用的果翻蜡列表 跟那个rules列表里面的数据 它就定义为无用的数据 这个范围是很大的 就像我刚才提到 可能有70%的指标 你都不会用的 你都不知道它在那里 但是如果指标 并不是只在Gorana上去看吗 可能还有通过别的方式去采 那这些就没办法 对 因为像我刚才说的情景 就每一个指标创建出来 都是有场景的 总是有colon case的 但就是身为 我身为一个 实际数据库的运维 我可能就每天 可能都会盯着开发说 你能不能把这个降一降 还要是人弄得更多一点 对 因为这个场景表多嘛 就用户执行什么操作 其实不会有统计 目前应该没有人去统计这个东西 量确实有点大 好 谢谢 我现在就是知道VMA键的 它其实已经支持了像 类似于对完全的 Premiture式的那种 SD的那些config文件 那些协议它一直支持 包括像HTTP Service Discovery 还有像什么Cancel 这些Discovery 那我们最近在看到 就是Gorana里面有一个叫做Aloy 它其实把所有的 基本上 做的事情就是类似于 像HTTP 里面那些 不同的Reserver 包括通过一个仓库 去维护了所有 Premiture式 还有Maseco 还有PostgreSQL MangoDB这种指标的采集 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用户来讲的话 它不需要再去 针对每一个中间间 去部署 不同的一些Explorer 去采指标 通过Aloy 或者说HTTP Gallecter 就只需要同一个 一个进程去抓所有的一些 中间间的指标 就想问一下 VM Agent这边有没有这种计划呢 目前没有计划 但是建议就把他们数据 怼到VM里面 因为对 VM本身是 是尽量尽可能吧 百分之百去兼容Permichos 因为Permichos生态 确实我们也是 很认同 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生态 所以我们肯定是尽可能去兼容 所以这个需求 也可以去我们 GitHub上提一个issue 我们可以后续评估一下 对 大多数场景 通过Permichos去抓都已经满足了 只是从用户体验层面来讲的话 可能一个Agent 去抓所有的一些指标 可能对用户体验更好 对 没问题 对 没问题 是吗 对 没问题 是吗 对 没问题 对 没问题 BitturaMetrics 有6 VMStore Store 如果我想要加多 更是 是能不能够 是能够够的 the storage to the additional ones mmm rebalance the historical data is not supported but it's only supported to repair to rebalance the current ingestion but you can like to so new ingestion will be spread yeah you can like to do backup to for your historical data then regressing it again through the new VM insert then it can reshare it for you. Thank you. Yeah. Okay. Xie xie.